桃園縣執行陸屏專案 而這第一波的行動就鎖定有桃園最爛馬路支撐的龍獸街 公務局選在晚間11點鐘 車輛最少的時間來動工 希望可以把影響降到最低 也希望民眾在施工時間多多體諒 時間是深夜11點 公務局正在執行陸屏專案 而這條馬路是有桃園最爛馬路支撐的龍獸街 有多爛 短短兩公里就有254個人孔蓋 加上管線挖掘補丁的痕跡 常常造成交通事故 這條路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先天不良就是說它原本這整個都是稻田 所以它大概50公尺以下的基礎 都是那種鬆鬆軟軟 而且含水量過高的那種黏土 加上裡面自來水管 破裂還有裡面排水的管線都亂接 所以後天也失調 桃園縣長吳智陽勤治都軍 樓獸街因為常常有貨櫃車等大型車輛經過 又是進入國道2號機場環線的重要動線 為了將影響降到最低 不得已只好在半夜施工 就是整個路基啊我們把它重做 最深的地方1.5公尺東西都挖掉 整個把它做一個最好的一個固定 我們這次也用全國最新的工法 以及新的一種比較耐用的一個材料 把它灌注下去 因為施工難度高 改善工程必須得到4月底才能完成 這段期間除了請民眾共體時間 也期待嶄新的路面帶給大家舒適安全的用路環境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